除了二甲双瓜,还有二类降糖药,保护血管更好 糖尿病患者的福音 刘大爷今年65岁了,早在十年前就在一次体检中被确诊为糖尿病 从此便开始了漫长的抗糖之路 这十年来,刘大爷一直遵从医嘱 通过各种方法严格控制自己的血糖 比如改善自己的饮食习惯 加强日常锻炼,按时服用降糖药物二甲双瓜等 在刘大爷日复一日的坚持下,血糖水平确实也控制得不错 家人每次帮助刘大爷进行常规监测 血糖数值基本都在正常范围内 可是最近几天,刘大爷却时不时的觉得胸闷难受 喘不上气员,尤其是在剧烈活动以后 这种情况会更加明显,甚至有轻微胸痛的表现 面对身体一连几天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下可让素来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的刘大爷提高了警惕 连忙去医院进行了检查 刘大爷着急地给医生详细描述了自己最近出现的不是症状 还告诉医生自己是一位病史十年的糖尿病病人 医生在了解完刘大爷的情况以后,安慰他不要着急,要进行一系列检查才能确诊 随后便对刘大爷进行了抽血化验,还做了心脏超生多普类检查 抽血化验结果表明,李大爷的空腹血糖数值在7.0毫米OL 基本在糖尿病患者的正常控制范围内,但是低密度脂蛋白数值偏高 大于糖尿病患者血脂控制目标2.6毫米OL 除此之外,超生多普类检查还发现 刘大爷的关外分支小血管左前降支出现了轻微堵塞的情况 根据上述检查结果联合刘大爷的既往病史 医生告诉刘大爷,虽然他血糖控制基本正常 但是由于其糖尿病病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 机体并发微血管病变的概率也会增加 这次就是由于糖尿病病发的心肌微血管病变 才会出现胸闷不适的症状 说吧,便进一步询问了刘大爷控制糖尿病的用药情况 在了解到刘大爷长期服用二甲双瓜以后 便向刘大爷推荐可以使用另外两种控制血糖的药物 一种是利拉鲁钛,一种是达戈裂镜 相比长期使用的二甲双瓜,其作为新型药物 副作用更少,而且对于肌体血管的保护作用也更强 刘大爷听完医生介绍,心里不禁范迪姑 毕竟二甲双瓜自己都用了快十年了 也不能说换就换,那么医生口中的这两种新药 是否针对血管有更好的保护作用 刘大爷是否可以安心替换使用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糖尿病 正确认识二甲双瓜在降糖尿物中的地位 而且着重了解上述两种新型降糖尿物 一,糖尿病的真相 糖尿病的病因还有基本表现 糖尿病主要是由于肌体胰岛素分泌 或者是利用障碍引起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内分泌性疾病 患者典型临床表现主要为多饮多食多尿 体重减轻,此外部分肌体还会出现事物模糊 皮肤臊痒或者是外因臊痒的情况 另外肌体如果长期处于糖代谢紊乱的状态中 就会导致各大器官系统 比如肾脏、神经、心脏、血管等组织受到慢性损伤 病情控制不加时 可能会导致诸如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这种急性严重紊乱的情况出现 另外截至目前 我国糖尿病患者高达1.298亿 约占全球糖尿病患者的四分之一 已经成为了严重威胁我国国民机体健康的重大公共安全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引起重视 糖尿病的分型主要分为以下四种 一型糖尿病主要是免疫致病因素介导的胰岛细胞被破坏 从而导致胰岛素绝对缺乏 但此型在亚洲少见 在我国占比也小于5% 二型糖尿病主要是遗传和环境因素介导的 以胰岛素抵抗为主 导致机体无法完全有效利用胰岛素 同时这也是我国最常见的糖尿病类型 大约占90%到95 其他特殊类型的糖尿病 比如基因缺陷或者是化学药品导致的 病因相对比较明确 妊娠糖尿病因为妊娠期间导致机体内分泌发生糖代谢一场 胰岛素和糖尿病病变息息相关 其调节血糖机制如下 血糖浓度是胰岛素分泌的关键影响因素 当机体摄入食物以后便会引起餐后血糖短暂升高 随后在血糖浓度影响下 机体的负反馈调节机制启动 细胞便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入血 首先这些入血的胰岛素可在短时间内 与把细胞膜上的胰岛素相关受体结合进行磷酸化 打开胰岛素信号传导通路 从而使得血液中的葡萄糖可以快速进入骨骼基细胞 脂肪细胞促进葡萄糖的利用 其次胰岛素还可以促进肌体蛋白质和脂肪的合成 通过减少糖益生原料的方式间接降低血糖 最后胰岛素还可以通过增加糖原和酶的活性 去促进血糖转化为糖原储备起来 以此来降低血糖浓度 总之 胰岛素对调节血糖浓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实糖尿病背后的发病机制还有激素相当复杂 远不止上述提到的这几点 为了尽可能提高糖尿病患者的生存率 医学界还是根据针对以上治病靶点研发出了相关的治疗药物 比如在1929年诞生 至今仍然被公认为治疗糖尿病首选药物的二甲双瓜 还有今天被视为糖尿病患者福音 可有效保护血管的两种新型药物 利拉鲁泰和达格列径 接下来就让我们真正揭开这些降糖药物的面纱 二 正确认识糖尿病一线药物二甲双瓜 二甲双瓜是临床上最常用的降糖药 尤其适用于TRDM 其可以抑制肠道对于葡萄糖的吸收 增加肌肉组织对葡萄糖的无氧交解 通过减少肝糖输出 增加把器官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从而降低血糖 而且其还可以通过改善血脂 增加鲜溶系统活性 抑制动脉壁平滑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 达到保护血管 维护脏气正常功能的目的 在临床治疗中 二甲双瓜的安全性比较好 单独使用并不会增加低血糖的发生风险 所以在TRDM治疗中 其既个单独使用也可以联合其他药物 但是在TEDM的治疗应用中提倡与胰岛素联合使用 这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减少患者的胰岛素用量和血糖波动 二甲双瓜的副作用主要是不良消化反应的出现 不过大多为一过性 其次乳酸酸中毒是其最严重的副作用 但是相当罕见 最后还要提醒二甲双瓜会增加肾衰患者的代谢负担 所以如果确实并发肾脏疾病 患者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减量服用或者是替换新药 总之二甲双瓜 因为其良好的降糖效果和相对低廉的价格 所以仍然是目前糖尿病临床治疗中的首选药物 除了二甲双瓜 今天着重介绍的下面两种降糖药物 效果也相当不错 而且还可以更好的保护血管 三 除了二甲双瓜 下面二类降糖药 保护血管更好 一 SCOT-2抑制剂 上述提到的达格列径就属于此抑制剂 其降糖激励主要如下 通过抑制近端肾小管细胞膜上的SCOT-2转运蛋白 以此减少肾脏重吸收葡萄糖 降低肾糖域 促进尿葡萄糖代谢 从而达到降糖目的 经过研究发现此类降糖药物不仅可以降低血糖 还可以降低血压 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质 升高高密度脂蛋白 从而达到心血管保护作用 临床研究发现此类抑制剂中的坎格列径更是可以降低 合并心血管疾病的TRDM病人的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 另外在最近的加拿大心力衰竭学会心力衰竭指南2021版中 也肯定了SCOT-2抑制剂在心血管领域的地位 将SCOT-2抑制剂列为治疗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 FreeF的首选药物之一 所以足以看出SCOT-2抑制剂在心血管保护方面具有良好的作用 二 构附于受体激动剂 上述提到的利拉鲁钛便归属于此激动剂 其降低血糖的机制如下 此受体激动剂与肌体内一线细胞的构皮受体结合以后 就会葡萄糖依赖性的次激胰岛素合成分泌 与此同时减少升糖激素以高血糖素的分泌 此外还可以作用于中枢的构皮受体 进而减少食物摄入 延缓为排空以此间接降低血糖水平